频道观众有需要家里面检查花糞池的 一定要记得联系齐志杨的 我不是检查花糞池 你看什么好可以进 这才符合我们的这个房子的形象 咖啡 哎呦呦呦谢谢 这一看就是钢铁直男吧 你看这大冷天的给买杯冰咖啡 你喝我的来 怎么啦快 这么好看的房子还不快下来看 我这是热的 怎么样这转物位开进来感觉怎么样 挺厉害但是这是两户啊 对对来 你按上 两户它不是那个什么吗 那你如果出去的时候那家正好进来 几率比较小 这种就两户 你什么时候同时进出的这种几率非常小 但是这开进来感觉它不一样吧 不一样 这绝对好 你敢相信这就挨着City 就几秒 其实这就是City和 就这个小树里面后边就是City 嗯这是对啊 它是交界线的城市的 到这边都拍上了的 这不是到这边跟大家说一句啊 到这边那个地税比City低的多 哦 不是住在County和住在City的这个 相比缺点是啥 它是排屋是有一个花盆池的 哦 哇 但是有City Water 这块有City Water 有电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缺点 这个convenience很convenience 你要是坐远一点 坐远一点比这还贵呢 就只有120万 住这么近 你知道啥叫花盆池吗 就是一池子排屋都排里面 就你所有的生活污水 厕所的水 所有东西都排在那里头 嗯 然后这个花盆池的水去哪了 我们不喝呀 去地下了 我当然你不喝 这话说 你喝花盆池的水 怎么样处理了我这意思是 我肯定不知道呀 是装显你的才华的时候到了 是时候装显我的专业了 对来 你还终于收到了我的纯专业 拍了一年多呀 拍了一年多 就等这一分钟 来先带你看一下外面吧 这么好 行 来 让你surprise一下 这房子带三四个 那个acurity呢 带三四个小朋友就回来 你看这整天都想着啥 这就是花盆池是不是 别踩进去哭吃一家黄 咱俩没事 咱们智商有一点可能 你看它是房子 那边是山景 这会儿天鹰看不着 那边全落季山 下面是一湖 这湖也是它 这湖是在它篱笆外门 但是也可以去 可以钓鱼那湖 这地你看这篱笆没全是它的 我觉得这 观众谁要有钱买一个这样的房子 这挨着city city往外一扩建你这地立马增值了 这湖也可以去划船呗是吧 可以啊 怎么样 师哥说就这边还可以在自己建一个cuttage 申请一下 然后你的朋友家人来住 Airbnb出去做的小生意都可以的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 因为这四周全是住的房子 对吧 住的房子因为都没有排骨管道 所有家都用的是花粉池 然后这个花粉池的水 就可能往这个湖里要渗透 那鱼是更肥吗 鱼是更肥 但是你不能在那游泳 进去看看 好 它这真的是特别僻静 这个真好 太喜欢这房子了 你进去之后更喜欢东南 是吧 古色古香的 我偷看了一点 绝对是我的style 没忍住偷看了一点 你看这个树什么的 就跟那普通的社区不一样 我们家门口就一棵这么粗的小树 还是往在Clinic Tower卖 看出来了 还是喜欢上百万的房子 你这每次都说过 我喜欢这种野外这种房子 那野外的二三十万的房子 也没建议这么喜欢 你给我找一个野外二三十万 你给我找一个 怎么可能有 我现在拍了一年多房子算是发现了 有钱人都住外面 都住郊区 你这边是一种 东南已经无法抑制 都不等我了 我这边是一种 东南已经无法抑制 我喜欢他的这种 就是这种叫wood beam 还是叫什么 倒倒 你都不知道 我咋能知道的 应该叫wood beam 是吧 这种 就是一种 弄上一会就凸显了 他的那个田园风 你发现了吗 这一看就东南喜欢的 这不得这么黑呢 哦 我没带墨镜 哈哈哈哈 这么黑呢 太黑了 你朋友来说不应该这么黑 这个前后痛不痛 就在几天没见 智商咋了 不行了 智商 过来了就一连串看 我们一进来 一边这个就是一客厅一样的地方 烤着这炉子 哦 它这是真的 我刚发现 就是烤 就是这个烟囱嘛 是真的这个烟囱 太喜欢这房子 还得进山去砍柴虹呢 你看那后院全是 你小时候砍过柴虹吗 没有 我小时候进山砍过柴 真的 我们河南都砍不到树 人口太多 山下的树早就练到 练钢铁的时候 全给砍完了 大铁钢铁 全部都是凸山 是的 真的 把菜刀都练了 哇 这真好 这是一暖棚 这房间 sending room 对吗 这种叫 种花 冬天的时候 来朋友就要喝茶 暖气都不用开 你看这个光线 这真好 把卡尔加里的太阳光 用得很到位 这个真好 The lucky house shoes House shoes wow look at that 大家可以数一下 你的这高跟鞋 需不需要定一个 这个 可以数一下 东南这些节目 能说几个 这房子真好 哇哦 进来已经说了五六个了 真的不错 你想在这 是吧 夏天的时候 你看又一遍 坐着 哎呀真好 这风景 要啥学区房 天天老想着学区房 学区房 有这房子还要啥学区房 我就喜欢这种 有树有水 有山的这种感觉 有花粉池是吧 花粉池 有花粉池 我的专业也算没来学 这就学了十几年 又长了 就为了你这专业 也得买一袋花粉池 也得买一个袋花粉池的 然后我就省了花粉池 找人的钱 看我这身高 这个应该就是吃晚餐的 你穿高跟鞋子 就应该给我装 应该就是放晚餐 不知道 还以为东南怎么又缩了 还没到老缩的时候 不是你穿那么高 一高跟鞋 你看看碰头吗 这碰头肯定就是放晚餐的桌子的地儿 对 这是复古的那种设计 是吧 就是你吃晚餐 你看这房间 我特喜欢它这门 你看我都没见过 也可能是我没见过世面 就是这种水晶的 水晶加木头的 然后水晶 这是水晶 这不就是玻璃门吗 水晶 有钱人家里的叫水晶 你家的叫玻璃 这个房子算好 我知道这个房子好 但不用刻意垮的 玻璃就是玻璃 不是水晶 那人家水晶吊灯不都是那样的材质吗 水晶吊灯和那差仰了 快接着看看 这个 这豪宅的不要配 是吧 这个厨房是在中间的 刚刚师哥一过 他跟我说 他说厨房就是破 我一进来看 我说这太喜欢了 要是我的房子 厨房我都不会改他的 这可以啊 哪里破了 太喜欢了 这厨房颜色 这是啥呀 这个房子好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到了 在这种非C的地方住 肯定是不方便 不过那一个缺点 哦 除了化缝汁以外 肯定还有其他的缺点 也别说化缝汁 化缝汁 除了排污以外 嗯 还有啥 除了排污以外 肯定还有其他的缺点 只是咱们现在不知道 打比方 关键他这就挨着C的 就急 就是真的 挨着C的 但是不是C的 这么大的 三四个安科 我跟你说了 哎呦我天 这可以去后面踢足球了 这个 这边也是一个吃饭的地儿 你看 吃早餐的地儿上都难说的 那边是晚餐会客的 这边是一家人吃个早餐 嗯 嗯 你把他喝完了再说话 咕噜咕噜的 我都听不清你说啥 你老买了带吸管的玩意 是吗 嗯 哇 这外边好 不管是对刀刀 还是对咱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 嗯 你是想一开门 或者说一到后院 你对的是 全是山 全是水 全是一种新鲜的空气 全是树 还是想你 对的全是抠脚大汗 知猫仪的大麻的 对不对 你邻居在那抠脚 评论区肯定有人留言 还是想一开门对着花粉吃 嗯 你也别问了 真能闻到这个青草的味道 我以为你说这么多 我都想打你 没有 这是青草的味道 青草的味道 这闻着特别香 特别那个甜甜的这种味道 这房子 先别拍了行不行 关机20多分钟 咱们休闲一下在这 不是咱七十阳团队对点钱 你别老说实话 你为什么 对点钱给东南买一套 对点钱 轮流来处 观众就不靠谱 老是说众筹众筹 众筹一年多了 一毛钱也没众筹来 都是忽悠人的 靠路 这边是一个书房 我觉得 哦 走 上楼走 小的卧室 嗯 还好我穿的新鞋 我穿的也是新鞋 我是干净的呀 跟大家说一说 我这也是干的 我这干净鞋 哦 还是能闻到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so good 这也是一个卧室 和那个差不多的一个卧室 但是也是有比较好的view 整个这个 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它的主卧了 我真的是 你看过了吗 嗯 还没看过 等你一起来看的 好 就是这咋一直 对不起 我向大家道个歉 我不应该给他买这个咖啡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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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上午了头 我都疯噜噜噜 你这买了 就怨我是不是 啥都怪我了 对 对 这个房间是 书房 啊 哦 你就知道一个书房 不是 不是 为了凸显自己有文化 这不都是放这怎么修画灯池的书呢 这是 发灯池的水往转油 只是想给你个抢答的机会 这个房间是杜南书房 应该是书房嘛 这有网线什么的 就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是主卧了 是吧 这主卧行 双wheel 左右一边一个 感觉这房子里面啥都是古董 房子有点热 还是我发烧了 发烧了 你热不是热 还是我穿多了 是不是 你穿裙子什么 它确实热 它这感觉跟炉子一样 这一光一照点了 开始家里上了20度 就热的 人要中暑 也受不了 还记得去年咱们猜 方块那个 他们都不相信 说咱俩太娇气 是吧 那真的是热的 受不了那天 这主卧真不错 这个是老一些 但是它所有的这些 边角配的东西 我觉得都还是 你要说那个年代 能有重大的浴缸 还是这种corner的浴缸 两边都有 哪个年代 你不说很老了吗 这个房子 是 是 很老的话 如果你说 我求你了 我不喝了 不喝了 我真的是 真的 如果你说这个房子 我说到哪了 你气死我了 如果你说这个房子 那么年代久远 已经有这么前卫的设计 说明还是 有钱人的 有钱人的 说实话 穷人一不会住这么大房子 打理起来太麻烦了 这么大的地 这么大的房子 对不对 我个人真是太喜欢了 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理解 为什么以前房子是绿地毯 对啥呢 其实以前这房子的状 又配绿地毯是好看的 嗯 但是 就是最早没见过这种房子 我觉得绿胆极其的丑 是吧 现在觉得真是挺好看的 你觉得我的绿帽子好不好看 你换帽子 我不带绿帽了 都不换衣服 只换帽子 衣服也换了好吗 你不要侮辱我 哎呦这个好 来 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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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这回应了吗 哈喽 听见 哈喽 哇 我看 我让你抢答 这个灯是给啥配子灯 给你帽子配了 不是 你看跟帽子一个色 风格也差不多 你就说真是给啥配子灯 我就能看出来 台球桌 哎呦 打过打过 绝对打过 所以说这进来这就得放个台球桌 是吧 我刚刚要回答一块 你准备咋羞辱我呀 哈哈哈哈 还没想到 羞辱一顿是吗 这个就是 他楼下应该是也是有一室一厅的公寓的 就是卫生间配的 应该是有公寓 不只是娱乐空间 哎呦 看这个 最舒服 这你敢想象这是地下室的卧室吗 不是质疑 这就是今年拍过最舒服的一个地下室 这是地下室的卧室啊 你敢想象吗 这么明亮 你啥时候买了就这房间录给我的 洗碗 吸死我了 对不起啊 非得买一袋吸碗的 我那口红也给我吸没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 咋说呢 这毕竟比大多数人的家 我不喝了 来给我吧 太明亮了 真的是 特别明亮 对 哎呦 我小火厨 是吧 完了这块你还能放个小店试试什么 这底下是看这个体育一点 基本上大部分给我的感觉 又是打台球喝啤酒 我看运动的 对对对 为什么这很不公平啊 为什么没有给女人设计 我们还觉得不公平 因为你们用主层 我们只能用地下室 主层都是你们用的好吗 还不公平 得了便宜卖关呀你 天哪 真好 天哪我都想在这打滚 我可以在这打滚吗 打 来咖啡给我 表演太好了 这个真的好 我看那小鸟在 小鸟在轻快的歌唱 那边青蛙在辛勤的工作 小蜜蜂在嗡嗡的 you know 很勤劳在搬运这个蜂蜜 连小鸟都这么的开心 我忘了 得找地方把吸管扔了 这个真好 太舒服了 你那高楼鞋会会踩进去 踩进坑 再下了 再下一会上来有点难 这边是干啥的 刀刀走过去看看去 这院子可以打迷你高尔夫 可以 自己建立 太吵了这房子 你看人除草这个都不是手推 是坐着开的除草 太厉害了 我家要有这么大的草坪 我也买 那多好玩 走吧来 跟开车一样 走 特别羡慕人家里面能用这种 是吧 感觉特别好玩 那东西 你家那个草坪还没能开呢 刀刀了 我们家得用那种七十块钱手推的 连电池都没 这撒种 是吧 哦是吗 嗯 不知道 你看 你看要不怎么 我以为健身的呢 怎么说喜欢诗歌呢 咱们要来开车 我立刻就把车库门给咱们开开了 真有眼力价 你别说 河北人 河北人 这是一双车库 这个还能在这工作呢 大家说一说 你喜不喜欢 那肯定喜欢呀 然后呢 就没了 我就不信了我 今天我给你干上了我今天 我让你喝 气死我了 太久了 以后再也不给他买咖啡的习惯 说吧 就是很喜欢呀 非常喜欢 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这些入镜啊 哎呀你这这么害凶着呢 师哥今天没化妆 你知道吗 你就跟我们说一说 住在这 我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住在这种 除了卡尔加里市区之外的地方 它的缺点是什么 优点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看见了 这里 缺点 花粪池咱长过了 你说说离得远吧 那不算缺点 这一年才需要抽一次 一年或两年抽一次 取决于你用的频率 抽太勤也不太好 一次呢 其实这个费用比 在用咱们的每个月排 City的排污水系统还便宜一些 哦 那上学很简单 你可以去City上 它只要有空位 它就可以上 理论上这是上Counte的学校 Counte的学校在哪呢 Counte它有校车 这家坐车应该是到 它这高中上Cocorain 但是Cocorain在这家开车 要15到20分钟 就相对说远一点 不如去这边的City的学校 City学校也接收的 而且还有天主教学校 这些都可以接收 天主教教会 对 是很好的 对对对 这个周边上学不是一个问题 其他缺点呢 其他缺点就是地太大 监藏 你看它的监藏机 专门有一个棚子 坐着那种开的 对对 你怎么得也喝一箱皮酒 它这个在地你看到围栏那个 那只是它一部分的 就那就够大 但是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忧 因为加拿大冬季比较长 尤其是卡尔加里 捡草在这边从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通常是没草捡 你也可以不捡 你也可以不捡 但是说就是这个 反正说如果说你想维持这么好的状态 那工作量肯定是不小的 扔垃圾呢 垃圾有人来收吗 扔垃圾是有人来收的 那就可以了 那很好 因为这离City很近 所以说是便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在City 感觉很多人买这种 也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长期的投资 再说买这种 都是你得喜欢你的这种田园生活 你看这个房子虽说老 但保持得很好 这有人会不喜欢这种生活吗 也有人 年轻人就不喜欢 年轻人不喜欢 你意思说我咱都老了 不知道你 反正我岁数不小了 Sander Sander你喜欢吗 你是最年轻的 可能不是 真的假的 Sander他喜欢住在市中心 真的假的 各种方便 你知道吗 买东西 出去吃饭 你不是为了配合我们吗 我觉得当当应该不喜欢 因为你 我喜欢这样的 你有时间你就去出去玩的 但是对于你来说 这可能说一个周末 你都要花在这个 我在家天天种菜种花的 不出去的时候 你多大的 你院子 你种一瓶 他就种个小 在Clinic 店上卖的 一共不到半平方米 半平方米 那我爸妈要来 那后面就大棚 养牛养鸭养鹅 给你舒适的明明白白的 我妈要来后面蒙古包一鸡 越来越放羊了 越来越放羊了 对 住这块的好处是 咱卡尔加里不需要养鸡养鸭之类的 这里 里面的 这是属于区域 允许养这只小动物 真好 就冲你能吃自己捂的热鸡蛋 每天早上你也得买 溜带鸡 走地鸡 走地鸡 你要得买这房子 自己后院就有走地鸡 他后面还有个小水塘 然后说是 不行 那花粪池水都渗过去 他说 花粪池是 他说的情况是漏掉的花粪池 很小就有机会漏掉 你看这地质 地质学家不靠谱 是不是这个地质学家 是不是师哥用他的这个专业知识 挑战我的专业知识 是啊 师哥都说你讲的是漏了的 像我们买这种房子 这比在City里买房多一个条件 一般如果它有井水 这个不是井水 这因为离City很近 它用的是城市自来水 但有的那种有井水的 还有这种花粪池的 我们多一个条件 就是要检查井水的水质 还有说是花粪池 这不就是得找我这种人来检查吗 原来一般人都检查水质 跟东南认识两年多 我总算知道他是干啥的了 拿手电钻进去检查 检查花粪池的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 我们聊的也很多了 喜欢的就是肯定像我跟道道一样这么喜欢 不喜欢的肯定就是 咱的晚上吃饭不要去了 谁让你说不行 必须说喜欢 频道观众有需要家里面检查花粪池的 一定要记得联系齐志杨的 我不是检查花粪池的 今天这一节目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下期咱们再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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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